高中女生小玲是个学习天赋极高 成绩优异的天才学霸 入学的第一天 她结识了一个名叫格瑞斯的女同学 两人很快成为了闺蜜 为了帮助格瑞斯顺利通过班级考试 小玲提前完成答案之后 将答案写在橡皮擦上 放在鞋子里 踢给后座的格瑞斯 格瑞斯回踢皮鞋的时候严重偏航 小玲立马起身胶圈 完美掩盖过去 宣告作弊成功 小玲从此开启了自己的作弊生涯 格瑞斯把小玲帮助自己作弊的事 告诉给自己富二代男友小巴 小巴表示 像他这样的人也兴旺有个好成绩 好让父亲奖励给他一辆豪车 只要小玲帮他作弊 就会给小玲每学科三千泰铢作为报酬 他还会拉拢更多的岔身加入其中 家境贫寒的小玲深知父亲挣钱不易 在金钱的诱惑下便答应了 小玲从钢琴中获得灵感 并以开钢琴课为由 训练小巴和其他岔身 用四种不同钢琴指法 分别代表ABCD四种答案 以此帮助这些人通过考试 小巴也如愿得到爸爸奖励的豪车 后来便有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了小玲的钢琴补习班 但在接下来的一次考试中 考场上使用了两种试题 小玲在做完自己的考卷后 通过钢琴指法 将答案传递给同试卷的同学 然后趁考官不注意 偷换隔壁桌以胶前的眼镜男的试卷 在快速做完试卷后 以同样的钢琴手法 将答案传递给其他交钱的同学 大家也信心满满地交上了试卷 然而班上的另一个 家境贫困的天才学霸阿班 却将小玲和眼镜男作弊的事实 报告给校长 校长质问小玲 为何她的草稿纸上 会有两份试卷的答案 事情败露的小玲 只好承认自己帮助眼镜男作弊的事实 但并没有揭发其他的同学 这也直接导致小玲出国留学奖学金的资格被取消 一次 小爸爸格瑞斯带到父母面前 父母提议两人一起去波士顿上大学 前提是 两人都要通过STIC考试 无奈 两人只好又找到了小玲 并提出高额报酬 小玲从超市墙上的挂中得到灵感 因为STIC考试是全球同一天开考 小玲决定运用悉尼和泰国之间四个小时的时差 先去悉尼做完卷子 再把答案传回泰国 如此完美的计划 让小玲很是兴奋 她又招募了很多需要参加STIC考试的学生加入团伙 以此来争取更多的钱 可是美中不足的是 在有限的考试时间内 仅凭小玲的记忆只能记住一半的答案 她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与自己记忆力一样好的同学阿班 小玲叫人把阿班毒打一顿 并把她扔在了垃圾场地 这也导致阿班错过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无奈 阿班只能加入小玲的计划 两人计划着把答案各记一半后 利用三场考试的中场休息时间 将答案通过藏在卫生间的手机 传给泰国的小巴 再由小巴负责将答案 以条件码的形式 印制在2B铅笔上 发给参与作弊的考生 计划已定 小玲和阿班一起飞往了悉尼 共同走进了STIC的考场 第一场考试中 两人迅速备好答案 并将答案传出 期间 阿班向小巴勒索了增加100万抽劳 第二场考试的间歇 由于阿班待在卫生间的时间过长 监考官来到门口催促阿班 阿班坚持发问答案 却不小心摔碎了马桶盖 引起了监考官的注意 并最终识破了阿班作弊的行为 小玲这边还没来得及传出答案 并被监考老师带走继续考试 最后小玲成功记住所有答案 并提前提成将答案传出 可却被刚刚处理过阿班的监考官发现了 两人同为泰国人 难免惹人怀疑 小玲最终逃过了审问 但是阿班却不得不承认 自己使用手机查字典 而被取消考试资格 并终身不能参加STIC考试 回国之后的小玲并没有去领她的报酬 她向爸爸承认了错误 决心以后再也不作弊了 并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 而阿班在领了钱之后 过大家里的洗衣店规模 长到甜头的阿班 企划着和小玲一起完成 另一个跨国作弊方案 并威胁着小玲 如果小玲不配合 她就会把STIC作弊的事实攻出去 也许是阿班的堕落沦陷 唤起了小玲内心的良知 面对着已经形同陌路的阿班 小玲最终勇敢地选择了 向STIC官方自首 捍卫了内心的道德准则